本节目资讯由人乐医疗集团提供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自燕都市的时间了 为了大家安全就想大家买出街 安装家中收睇我们的自燕都市 还有很多观众说很喜欢看我 所以家长说直接找我就支持我 坏事怀 为什么会有这个门衣服呢 有计划嘛 好了 那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泥牌的嘉宾 邓俊杰医生 大家好 Ina 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家长的WhatsApp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都做了一轮的节目 多谢 其实是家长有问题想问医生 那家长想问什么呢 是这样的 近日的小朋友和家长留多了在家 所以爸爸妈妈都关心小朋友健康 不少家长对角包皮都有迷思 那就是说想了解更多 哦 就是这样嘛 其实我已经做了密切做关注这件事 还有做了即时应对 对了 那即是怎样 即是说近日有很多家长留意小朋友的角包皮这件事 我们问问邓医生 又欢迎你呀 邓医生 但为何割包皮有关你事呢 对了 其实割包皮呢 就是我自己的专长来的 是不是什么人都要割的呢 其实又不是说所有男生都需要做包皮环节手术的 因为我在说包皮其实是围绕着我们龟头的一股皮肤 本身有保护我们龟头的作用 那在什么小朋友需要割呢 例如他那个包皮的开口割宅 令到包皮不能够向后反 不能够去令龟头外露 这些情况就可能需要做手术 因为包皮和龟头中间的那颗容易藏污纳臼 容易引致反复的包皮发炎 那这些小朋友就需要进行包皮环节手术了 哦 那一出生的时候就可以腌了 不是 割了它 的确有部分的小朋友一出生的时候 会选择做包皮环节手术的 但是大部分这些小朋友 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去做这些手术 那小朋友的割会不会没那么痛的 其实又未必关系的 因为一般来说做完这个包皮环节手术之后 我们预计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伤口 都会有些红肿痛的情况 我想无论小朋友或大人 其实那个痛楚都会相弱的 其实割包皮来说 都只是一项很少的手术 不过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们通常都要接受全身麻醉 以免因为害怕和挣扎 而影响手术的进行 而现时来说 其实包皮环节手术已经很先进了 有传统的方式 亦都有激光的方式 亦都有包皮鉗的切割术 相信都解答了大家不少的疑问了 好了 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 好 着女生不成功了 拜拜 拜拜 大家如果对外科资讯有任何的查询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自己的包皮 自己的包皮 我以为她不知怎样 弄到龟头黑了 黑了 那怕吧 你看到黑了 即是没得够了 可能没有 小朋友 补了 啊 那接着是怎样呢 那接着呢 帮她抬清楚了